91岁杨绍华不识亲孙女,盯着照片看半天四发猛,身体健康在引担忧。 自从相声演员杨绍华的年龄迈过90岁的大观以后,各位网友就对她的身体状况担忧不已。 3月15日,一则杨绍华的近况视频引起网友关注,她的亲孙女还调侃道,爷爷不认识我了。 上了年纪后的杨绍华,她的身形就越来越瘦,皮肤也松弛了下来。 不过虽然她头发间已有白发,但好在并没有全白,平常外出活动精神器也非常好。 还有一些网友担忧起她的身体,毕竟一些上了年纪的人都会饱受阿尔茨海默病的困扰,该病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记忆障碍,失刃等。 况且此前还有视频拍到杨绍华家中摆着要喝。 不过担忧归担忧,杨绍华目前身子骨看上去还没什么大问题。 偶尔,她还会外出玩乐,喜欢和年轻人打成一片,演艺圈的后辈得空也会经常去天津看望其老人家。 无论如何,身体都是放在第一位的,我们还是祝愿杨绍华身体健康,在家人的陪伴下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,做一个爱笑的可爱小老头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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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